由于煤炭行业整个产业链目前都处在低估计 因此产业链上的企业要想获得银行的贷款支持 没有以前那么方便了 记者从中国林业集团了解到 公司计划在煤炭的买卖环节引入互联网家的概念 为上下游企业提供资金支持 记者了解到中林集团投资了1800万 搭建了这样一个华东煤炭矿业交易服务平台 将煤炭交易从线下转向线上 预计明年这个平台可以支持上游矿方和贸易商 至少完成1500万吨的煤炭贸易量 同时中林还在如高岗设立了一个长江中下游的煤炭交收库 这样一来年交易量达到7500亿人民币的太原煤炭交易中心 就可以把交收环节直接从山西潜置到了华东的核心区域如高岗 通过海江连运覆盖整个华东地区和部分华中地区 煤炭企业的物流成本也将因此而大大降低 此外为了解决上下游企业的资金难题 中林集团还将推出配套的金融服务 用互联网思维的方式来做港口 那么我们上游的用户的煤炭到了我们的港口之后 我们可能根据它的煤炭价值 会做出一个评估 然后再给它一定的资金的支持 本周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当前全国煤炭市场景气指数持续处于寒冷区间 投资持续减少 今年前10个月投资为3301亿元 同比下降16.5% 而且资金却愈加紧张 截至9月末 企业的应收账款超过了3800亿元 同比增加了220亿元 为历史最高 感谢观看